有最美郑姐妹之称 国手吴嘉颖父母 在高雄老家大喊加油 吴嘉颖力拼2020东京奥运女子 10公尺空气手枪项目 以573分名列第14 无缘晋级八强 那个名字有进步 尽力了啦 我觉得她已经尽力了 吴嘉颖的妈妈直呼女儿 已经有进步 透露赛前亲子对话 就是说吃住啦 然后练习啦都OK 射击这个项目 这个运动就是心要紧要稳定 言谈之中仍然以女儿为荣 吴嘉颖爸爸在谈女儿 从跆拳道转战空气手枪项目 心路历程 因为她的身高 身高比较矮小一点 比较吃亏 后来所以她就是转了射击 转换运动项目闯入奥运 即使吴嘉颖在十公尺空气 手枪项目失利 还有另一项赛事能够期待 29号30号 打那个25米的 继续加油啊 因为她还有一场比赛 不想给人在东京的女儿 太大压力 十年前参加深圳 顺势大运由最美郑剑妹称号的 吴嘉颖爆红 靠着一双大眼睛 和甜美笑容迷倒不少粉丝 父母跨海观战 在台湾当拉拉队 继续帮女儿加油 三连新闻田区党欧玉门 高尚报导